这款飞机真奇怪 导弹竟然挂在机翼上方 它便是英国版的美洲豹战斗攻击机 奇怪的是 只有英国自用版和国际版 采用了这种设计 法国版的完全没有 意义上挂架这种东西 是法国人看不上还是另有引擎呢 这种设计真的有什么特殊功效吗 本期老亨特就来跟大家聊聊 名字带美洲却跟美洲 美国毫无关系的美洲豹战机 鉴于美洲豹和美洲师指的是同一种动物 所以美洲豹战机也被称为美洲虎 这是一款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的 多用途攻击战斗机 1957年 英国国防大臣邓肯·桑迪斯 在著名的国防白皮书中 阐述了类似于导弹万能论的观点 紧随而来的 便是许多有前途的英国飞机发展计划被取消 不过相比于让国防更强大 英国公务员显然更担心失业问题 于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国防官员开始质疑桑迪斯白皮书 新飞机的发展提议开始低调浮现 在1962年出现了一种轻型战术攻击机计划 但是英国国防资金短缺 无奈下只能将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法国 此时法国空军也在寻求一种能担负攻击任务的教练机 以取代T33教练机和F84F、F100战斗机 1964年法国航空技术提出了初步设计招标 布雷盖公司击败打索公司拿到了该项目 英法的飞机项目共同点颇多 这让两国可以坐下来讨论共同发展事宜 1964年3月 两国发布了临时联合性能规格说明 10月又发布了最终规格说明 对英国来说合作研发一方面可以改善与法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可以开发欧洲大陆的市场 但双方在教练机与攻击机的优先级出现了分歧 法国偏重于攻击能力 而英国偏重教练能力 双方经过协商决定将计划一分为二 一种是基于法国项目的设计 将成为英国空军的教练机和法国空军的轻型攻击教练机 另一种是代号AFVG的更高规格的可变后略翼攻击机 该项目由英国飞机公司和法国布雷盖公司负责 双方组成了一家名为欧洲战术支援教练机的机构 负责研发生产 更高端的AFVG则由BAC和法国打索公司合作研制 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 美洲豹攻击机诞生了 美洲爆战机全长16.83米空重7吨 最大起飞重量可达15.7吨 飞机采用了干净利落的传统上单翼布局 以免致地面距离很高 便于挂载大型的外部载荷 以及提供充裕的作业空间 飞机主翼后掠角40度 取消了传统的副翼 内侧为双缝金翼 唯翼则采用了类似于F4战斗机的设计 飞机采用前三点起落架 前起落架向后收入舱内 主起落架为双轮结构 飞机机身两侧的发动机 进气到位置比较高 减少了吸入跑道异物的风险 美洲豹为铝合金结构 发动机舱部分使用了钛合金 并没有使用多少复合材料 飞机在简易机场条件下 具有很好的维护性 维护人员不需要梯子 就可以触及大多数常用维护点 视频的中间 老亨特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 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在这里老亨特祝您天天开心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虽然美洲豹是由英法合作研发 但两国在规格与装备上的采用 却不尽相同 最初的美洲豹分为三个型号 分别是A型 B型和E型 其中A是法文 APIS的缩写 是法国的攻击型飞机 B是法文 BPLESS的缩写 是英国的教练型飞机 亦是法文EGOL的缩写 亦为法国的教练机 A型美洲豹设有五个外挂点 每侧主意下两个 几乎中线一个 中线和记忆内侧的挂架是石挂架 可挂在武器或副油箱 最大载荷1.13吨 记忆外侧挂架负载0.56吨 总外挂负载超过4.5吨 此外机身下方两侧 还安装了两门30毫米机炮 可以骑射或单独射击 美洲豹A型还可以携带RP63P侦查吊舱 其大小外形与副油箱相似 内部安装了一具照相机 双座的美洲豹E型 机身要比美洲豹A长一些 航天经过了简化 且没有空中受油管 但其携带武器的能力与A型相同 必要时可以担负作战任务 从1973年起共有160架美洲豹A 42架美洲豹E交付法国空军 在鼎盛时期 法国空军共有9个美洲豹中队 这些战机多次参加法国在非洲的行动 1991年更是跟随美军参与了海湾战争 在战斗中 法国空军的美洲豹 共执行了超过600次战斗出击 投射的AS-30L激光制导导弹 表现出很好的精确性 与法军舒舒服服使用美洲豹相比 英军那边就没有那么顺心了 英国在拿到双座的B型教练机后 又开发出了一种单座的S型 正式代号 美洲豹对地攻击侦察机Mark-1型 S型的机体与法国的A型相同 但内部的航电系统更为先进 且最大外挂量提高到4.76吨 可挂在副油箱 通用炸弹 急速炸弹 火箭弹 美制AM-9响尾蛇导弹 战术核弹 或者是BAC研制的中线侦察吊舱 尽管英国人舍得在航电上投资 可精确制导武器 经由马特尔AG-168E一种型号 远远落后于法国人 影响了英国版美洲豹的打击能力 为了弥补美洲豹的缺陷 以及增加执行任务时的安全性 欧洲战术支援教练机公司 为英国皇家空军订购的美洲豹G-3型 增加了两个翼上挂架 这样一来 美洲豹攻击机就可以在挂载电子吊舱的同时 在翼上挂架上挂载AM-9响尾蛇空空导弹 增强了单机的安全性 没有安装翼上挂架的美洲师攻击机 通常是编队中的两架飞机 分别携带电子干扰吊舱和空空导弹 有意思的是美洲豹是英法联合研制的 但出口用的国际版美洲豹 却是由英国人全权主导的 这是因为两国的合作出现了裂痕 法国政府在1967年6月 以资金匮乏为由 取消了变后掠意 美洲豹的AFVG计划 而英国人却发现 打索公司居然在搞一个变后掠意 幻影战斗机项目 英国人严重怀疑法国人不是靠谱的合伙人 于是索性直接将美洲豹的外销型号版权买断 自行开发国际版的美洲豹 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英法在战斗机领域再无合作 而英国人搞的衣裳挂架这种东西 也被用到了国际版美洲豹身上 印度、尼日利亚、阿曼和厄瓜多尔买的 都是这种带衣裳挂架的美洲豹 衣裳挂架虽然可以扩充战机的挂点数量 多挂两枚自卫用的格斗弹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实操过程中 无论是飞行员还是地勤 都对翼上挂架有不少怨言 飞行员抱怨翼上挂架在挂载导弹时 可能因破坏翼面气流导致操控不稳 地勤就更别提了 AM-9响尾蛇和魔术空空导弹体积不大 重量还不到90公斤 正常情况下 三到四名地勤人员就能徒手挂上 但挂在机翼上面的话 就必须借助改装过的挂弹车 先把导弹起掉到一定高度才行 整个过程需要四人以上的团队 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过程非常繁琐 耗时也要比普通挂弹操作长很多 由于上述原因 后来的美洲豹攻击机都取消了翼上挂下 其他战机也没有再使用过 这种略显奇葩的设计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